这一颗月亮石是不是超级的美艳 很可惜它已经完全化水了 这个叶片已经全部透明了 像果冻一样 此前必妖说的就是现在的状态 多肉出现化水基本上都发生在夏天 原因有三点咱们来聊一聊 这一盘多肉都是同一时期种下的 已经一个月了完全浮盆了 其中只有这一颗月亮石化水了 其他的多肉还都是挺健康的 很可惜它的运气值稍微差了一点 化水的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在浇水的过程中 这一盆的水量没有控制好 浇的稍微有一点点多 其实月亮石还是挺皮实好痒的 但是由于这个根系不发达 你浇的水一旦多了一点 遇上稍微高温的天气 这个水分不能被多肉完全吸收 其他的水分就会通过水蒸气的方式来蒸发掉 因为水蒸气的温度比较高 这个叶片会承受不了它的高温 就会造成这个叶片的化水 所以夏天浇水尽量选择在晚上的时候 在晚上浇过水以后 经过一夜的时间 一部分水分被这个根系吸收掉 剩下的水分在白天蒸发的时候 就不会产生特别多的热量了 第二点的原因就是室内的通风环境比较差 通风不好 室内狭小就会造成室内的温度升高 室内的温度如果又闷又热 这种乌木类的多肉呢 首当其冲 它是非常难度下的 即便你不浇水 它的叶片也会出现化水的情况 第三点呢 就是土壤的透气性 多肉它是喜欢输松透气的土壤的 只有这样的土壤呢 才可以让它的根系自由的呼吸 浇过水以后呢 由于这个土壤的保水性太强 不能马上的挥发掉 那这个根系还有它的杆子 就会出现黑斧的情况 慢慢就会蔓延到它这个叶芯 最后整株就都会出现化水的情况了 所以夏天呢 为了避免多肉出现化水的情况 第一点就是要少浇水 如果浇水呢 选择在晚上 第二点呢 就是要注意通风 不要闷坏我们的叶片 那第三点呢 就是选择输松透气的土壤 我承择以后